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为啥要让我们在那坐 他们看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上海了 为什么我一来就影片了 其实对上海的印象就是因为 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上海拍戏 所以就每一次来上海自己的心情都还挺好的 所有的很期待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秀 所以还挺紧张 还挺兴奋的 也是自己非常关注 非常喜欢他 还没有领带是吧 没有正常普通的皮鞋 他会给配腰带吗 我会 那可以 衬衬短一点然后斩一点 好的 这种要不然就是这儿得有一个项链 要不然就是直接就系上有一个领带 可能我最心仪的一套 跟我们看到的路还是有一定区别 就是我希望这个衬衫呈现给大家的感觉 是有一点点不羁 所以就把衬衫的大领放在了外面 领口的扣子开了两颗 选了一条很精致的项链 去点缀一下自己脖子上的细节 包括对于腰带的选择 试了之后发现腰带在身上的这种感觉 有一点太多余了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了 还是最后大家呈现出一种更轻松 更休闲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整体尝试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好了好了 第二次看一下我 先帮你来看一下你 你手给我看一下 我可能在拙子都看不见 对 你拙子看不见 我想给你一个戒指 我先让他们带你到旁边去拍视频 好吧 你先跟他们走 3 2 1 走 这一次也是比较大胆的尝试了一下 这个耳夹的搭配 这件给大家的感觉可能都是比较文静的感觉 这一次因为整体服装的风格 希望自己能够也有一些突破 这张还有这个 你们决定吗 我已经决定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的最爱姐姐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公开的场合 和大家在面 所以我还挺重视这次艾未的序 然后这次活 所以就是一直 两天没有吃碳水吧 因为碳水会自己浮动 然后也没太喝水 保持自己有一个比较精致的状态 然后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钢材 我们大家这边 好 拜拜 这一次上海FV的秀 也是在中国第一次举办的 一场FV品牌的大秀 整体方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严谨 我觉得整体秀的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同趣 色彩非常的鲜艳 我自己是对色彩比较偏爱的那种 当看到有这么多颜色很丰富的西服物 其实还是眼前一亮的 一个调色 一个打板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艺 不管是灯光的搭配 还是这个现实布料的一些需求 其实都是挺大的 看秀在我眼里 其实跟看展是一样的 它凝聚了设计师的一些很多细小的设计 跟心思在里面 然后也有一些它想传达的理念在里面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享受的一场盛业 我们看看 我们之前的美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